大家好,Mega 我今天特開心了 我要來回去陽光之城台中釣個魚 台中對我來說算是第二故鄉 畢竟我這邊讀書讀了4年 所以時不時還是會想念這邊的空氣跟味道 那台中對我來說算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城市 這邊生活步調我覺得非常的chill 這還是交通非常方便 基本上你有一張悠遊卡你可以玩遍整個台中 今天來台中順便開箱一下這台 INSTA360 ONE R 這不算業配,算是贊助 因為廠商看到我上一次那個相機整個泡在水裡面的影片 所以他們想說贊助一下這一台 順便開箱測試一下它的威力 好,現在時候不早,現在準備釣竿 好,現在到這排水溝了 好,這排水溝,蠻猛的 為什麼叫蠻猛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五鍋魚 爆衝啊,跟鮭魚回遊一樣 好,在釣魚之前也先介紹一下今天的裝備 好,這把是Shimano Freegan XT-610LS 好,我喜歡它的原因主要是 喔,它是五匹桿 五匹桿 好,五匹桿比四匹桿的好處就是 五匹桿可以整個塞到背包裡面 好,你這樣偷偷跑出去 根本沒有人知道你要去釣魚 好,捲鞋器的部分就配 待一把Siri 2004H 好,這整組搭配起來是非常尬手 我一拿到就很像哈利波特拿到它的魔杖一樣 好,這時候我心裡就認定了 好,就是這把桿子了 可以看到這邊都紅紅的喔 這些都豬蚊錦 豬蚊錦長的有夠大隻 看起來就欠掉 但是他們不太會吃甲耳 一也是我們常常在撈的那個就是豬蚊錦 哇 讓甘頭一直抖 好,像這種操法只要動手腕就好 好,手腕握起來 開始,輕輕左右甩 左右甩 就可以讓你的鉛筆產生一個非常好的泳汁 中 好 粗的喔 喔呦 欸,騎狗剛不種粗的 怎麼變成這個 狸貓幻太子是不是 剛剛種粗的 嗯 又是你,無過魚 好,再回到剛剛這個橋上 他們的CD時間應該已經過了 嗯 但是這邊大概只能捅個兩次 啊,就不能再捅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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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呼呼呼 啊,小朋友 這是衛生 大人的世界是非常險惡的 好,掰掰 好,我看 現在用0.4而已 學校 我重複了 超肥的啦 雖然說只是無過魚 但是 雙 雙 你說大的 我手這麼大喔 好了到了 來到我故鄉中的故鄉 想當年我鹿亞第一隻魚在這邊釣起來的 花了我大概兩到三個月吧 終於在這邊釣起一隻珍珠石斑 終了之後我就開竅了 開始征戰台中各地 什麼捲宅啊 泰國禮啊 鳞魚 人生中這些鮮鵝票通通都在台中騎的 我在台中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回應 開釣 今天我的目標 珍珠石斑 都沒有辦法 然後現在台中缺水嘛 所以水位會變比較低 好我現在把鵝 緩緩的沈下去 讓它們自己從草叢中接出來 靠近喔 靠近喔 幹真的界心很高耶 我這個已經很自然了 還是會這樣跑 那一顆石頭像 這邊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 它抬頭了在這裡 這一顆 有沒有看到 那一顆大石頭跟這顆石頭的中間 小心喔 我現在發現是米二龜 我現在把他抓起來 頭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他 潛下去了 在那顆石頭的旁邊 對對對 在那附近 你有沒有 頭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他 潛下去了 他剛剛是朝你現在的方向 感覺他剛剛順 應該沒有跑吧 感覺沒有 那一顆石頭朝向你了 有沒有 看到了齁 幹什麼出來 你二龜啊 還算中等沒有算很大 幹 喔 幹 喔 幹 小心喔 小心喔 大概你要走喔 嗨 嗨 嗨 不是壁喔 這是二龜喔 二龜 八四的 不是八四的 你那裡到的嗎 沒錯 我抓到的 你會跟三的大隻我抓到的 喔 你要刺喔 我 跑回去吃好了 很棒喔 很棒喔 不要嚇我這個就出量了喔 大家看一下他咬的一些很強 哇 這很厲害喔 很厲害喔 金牌 這你牌啊 這牌 救星來了 你需要什麼 我需要你啊 我來了 我一直都需要你啊 這不用了啊 漂亮喔 蛋哥就是照 照起來 直接倒進來了 那桶子哪生來的 那個阿伯借我的 可以進來 可以可以 進去吧孩子 收邊收邊 待會就這樣好了 補充說明 惡龜大致上分為真惡龜與女惡龜 真惡與女惡龜最大的不同在於兩個地方 真惡龜是水龜界的路雅釣手 他是江湖人稱嘴裡三公分 他擁有紅蟲狀的舌頭 可以在想要捕食的時候吸引小魚靠近 當獵物進入攻擊範圍之時 血噴大口一嘴咬下 這些小魚基本上一命五五或是變成多傑 而女惡龜是晉級的水龜 凡是會動的他都會把自己變成噴射導彈 窮追不捨直到獵物入口 當然身為水中霸主的他 死的腐爛的他也來者不拒 算是食物接受度相當高的烏龜 在外觀的部分 真惡龜的背甲龍頸非常的明顯 乍看之下還真像是鱷魚 而女惡龜的顆星比較圓潤 龍頸其實是沒那麼明顯 其實還有一種混血盒叫真女惡 他是真惡跟女惡人工雜交而成的物種 是一個類似師虎般的存在 無論如何他們都是北美水域的扛霸子 想必進入台灣的水域更是沒有生無能與他匹敵 OK 現在來佈置一下他的新家 我基本上就是用這個 桶子裝著而已 那我建議養惡龜的話 不管是真女惡還是女惡龜 因為他們其實有一定的預言能力 所以桶子的高度要盡量高於他們的深長的一倍 甚至兩倍寬 如果有些世主是養在室外的話 可能他們就出去漂白就不回來了 既然是個水龜 所以必須給他一定的水量 不要凶 好啦 進去吧 OK 現在這樣子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惡龜其實對環境的要求不太大 不過還是建議有充足的陽光 陽光是他們生長的促進劑 而且是最天然的 你給他吃什麼D3 都不如給他們曬15分鐘的太陽 再來乾淨的水源 因為他們就算環境適應很強 但是如果水質太髒的話 還是會容易引起一些皮膚或是靈片的疾病 特別是龜甲的部分 龜甲的部分如果是爛到裡面的話 哇這隻烏龜要救會有點難 龜甲是烏龜的第二生命 再來充足的食物 那前面說過他是一個什麼都吃的龜嘛 所以盡量就是多樣化餵食啦 營養均衡的話 他們才可以長得更好更漂亮 前面那些介紹完全不是推薦大家去養這個物種 因為他不像狗狗貓貓一樣 可以帶出去散步 甚至是接受你的浮摩 那鱷龜他基本上就是屬於完完全全的野生動物 要用他的話請評估自己是不是膽大欣喜 而且空間時間跟金錢都是足夠的 以上這個鱷龜驚奇之旅就結束了 我是Tomega 我們下部影片見